超出了一道閃電 晃破天際 宛如雷神索爾報道 瞬間發出轟轟巨響 浮雲壓近 閃電狂襲 截二連三的落雷猛紅地面 暴雨突襲大台北 雨說狂掃 還是無法看清前方 空中的閃電沒停過 犹如五雷轟頂 嚇懷不少人 剛才我差一點被閃到 哎呦 嚇死了 特別危險 會害怕啊 22號下午 雙北熱隊流發展旺盛 從紅爐地望向三重地區 超強雷雨笼著上空 一刀刀閃電 伴隨巨大雷聲好嚇人 這是颱風天霸 哎呦 阿娘唯 巨大閃電 啪啪啪啪啪 閃個不停 更有民眾懷疑 是不是七夕有人亂發誓 先是爆 馬上就來 你各位啊 七夕還是不要亂說謊啊 北台灣這邊的 整個閃電的狀況呢 先是對地放電 到了雷雨快消散的時候 就變成是雲中放電 也就是說雲跟雲之間的電荷 產生著打雷 雷雨交加也讓北捷文湖縣 耗之異常 列車下午三點半一度停駛 大批旅客得轉公車接駁 但雷雨大道出不了站 打雷的時候有一些乘客有尖叫 雷好像有打到車廂 因為有聽到 有啪一聲很大聲的 所幸巨大的雨報消散 文湖縣也在四點十三分 恢復運行 不過專家提醒 雷雨聚烈時 最好先到室內躲一躲 等待約三四十分鐘 建強降雨緩解後 載到戶外會比較安全 這裡請陳冠宇雙微報導